姐姐 还在为皇贵妃的妃位示范心啊 依寇寇看 这皇贵妃位 姐姐就不应该跟皇上客气 这个本来就应该是姐姐的 姐姐没有在想皇贵妃的事 姐姐是在想果真妹妹 兰贵妃娘娘 她不是昨天晚上刚来过吗 寇寇 姐姐觉得 这果真妹妹 是越来越有些看不透 看不透 兰贵妃娘娘透明得像水晶 姐姐怎么说看不透她呢 姐姐对她的疑惑 其实也是从昨天下午才开始的 皇娘 儿子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跟晋升皇贵妃一事无关 无关就好 儿娘现在也不想谈论 晋升皇贵妃的事 皇帝有什么事想说就说吧 皇娘 您不是觉得 德妃突然跟索尔娜来往 有些奇怪吗 其实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 索尔娜跟德妃说 害果真小产的毒蝴蝶案 不是她做的 索尔娜这样说 那她说是谁做的了吗 都呢 你是不是有个笔 还是不诗 她说是什么 她不诗 她说是个零 她想像个人 一个女性 我可不抵认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娘有何忧虑 请祥视儿子 你看现在后宫的情形 灵珠死了 贤妃被废 果真跟德妃关系一直很好 又很听她的话 索儿娜和淑妃 又主动示好和她亲近 这会不会让德妃觉得 后宫这个女主人非她莫属呢 皇娘 您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 德妃她是什么人啊 她是儿子爱的女人 儿子不相信她会有这样的野心 她不会这么做的 皇帝 后宫的毒性很大 进了宫的女人 当了皇妃 都会争为争宠 这是本性啊 老实说 依照皇帝跟皇后所说的一些情况 让额娘认为 一向老实单纯的果真 也都对皇贵妃之位有所动心 难道德妃会是个例外 儿子先信 德妃跟儿子身边的那些女人都不同 因此皇娘对她的怀疑 果重 皇帝 额娘并没有真的怀疑 德妃到底有没有企图 额娘只是想帮皇帝 清理一些思路 预先给皇帝提个醒 额娘也一直认为 德妃和后宫的女人有所不同 如果有朝一日 证明她们没有区别的话 不仅皇帝会痛苦失望 额娘也会非常痛苦 皇姑娘 您能这么说 证明皇姑娘真的是十分疼爱小王 皇娘 儿子其实看出来了 是索尔娜 她想把后宫搅论 才会让德妃去办这些事情 皇娘放心 德妃是儿子最爱的女人 儿子绝不会看错的 姐姐 恕寇寇直言 反正寇寇没有看出来 兰贵妃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姐姐 可能是你从来都没有受过皇上 如此严厉的训斥 对兰贵妃有些怨气 姐姐是多虑了 姐姐倒也希望是自己多虑了 你说姐姐跟果真妹妹的关系多好啊 在这宫里 除了寇寇你 姐姐最吸引人最喜欢的人 便是果真妹妹了 说错了吧 那皇上呢 皇公子呢 寇寇 姐姐跟你说正事呢 还有啊 这件事 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及啊 应该也不能 倘若这事传到皇上耳朵里 皇上便会觉得 是姐姐小气失疑 这事要传到果真妹妹耳朵里 不免伤了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伤了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 寇寇寇知道轻重 姐姐的疑惑啊 寇寇绝不会露一个字 姐姐的疑惑 也是从昨天下午才开始的 皇上训斥了姐姐 可是果真妹妹 昨天晚上来跟姐姐道歉 果真妹妹说得那么真诚 那么激动 姐姐听了 也是很感动 仔细想想 可能 也真的是姐姐怀疑错了 姐姐 寇寇相信啊 这次啊 真的是姐姐错了 是 谁 те 都不愿意 心情 更为良 能否不愿意 我们肯定 喜欢 谢皇后娘娘 今天请姐妹们品的 是刚进贡的名前龙锦 大家品品看味道怎么样 皇上勤政天下皆知 但是皇上也不可以过于劳累 定要保重龙体啊 洪师傅 朕之所以疲乏 不是因为前庭之事 而是因为后宫之事 敢问皇上后宫出了什么事 洪师傅 皇上现在呢 为了进皇贵妃的事 非常心烦 现如今 这贤妃和灵珠已经得到了报应 本宫很是高兴 如今姐妹们聚在一起 是一派的祥和 这样多好 是啊 皇后娘娘娘说的是 是的 对 有好多蝴蝶啊 你不过是吗 等会儿 这一派堂聚在一起 这可 não 你不是 是 是 小不过 你不保识 帮我 我保识 我保识 你 你 你今天要是不给本宫道歉的话 本宫就删你耳光 你删我 小果真 本宫知道你有可能当皇贵妃 可本宫从来没把你放在眼里 今日你若是不删本宫 你便是贱人 你 主子 主子 您有声音不能动气 董姐姐 董姐姐 我忍了她很久了 董姐姐 皇上 臣理解皇上 要尽德妃娘娘为皇贵妃的心情 因为此事 皇上同太后又闹得不愉快 那老臣就不能不担忧了 而德妃娘娘她的压力就更大了 皇师傅 您不必担忧 朕相信朕一定可以说服皇上 也能够说服德妃 之后 都有归马上 若是 秦畔姐姐 菅姐姐 扰也让贵妃動画 请得像 声音 梭儿娜 你刚才说蝴蝶案不是你干的 你是什么意思 想犯案吗 本宫是什么意思 皇后娘娘你应该最清楚吧 皇后娘娘别理她 这靖妃分明就是条疯狗 她自己害了别人 还在这里骂人 你这个贱人 你敢做敢当大 你放下接开我 好了 来 果真妹妹 你怎么了果真妹妹 果真妹妹 果真妹妹 你怎么了 姐姐我知道 果真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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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了 果真妹妹 果真妹妹 你醒醒了 醒醒了 怎么了 果真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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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突然晕倒了 现在 所有的人都不许走 快去传太医 把这事儿 禀报给皇上和皇额娘 果真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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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万岁爷 昆年宫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兰贵妃突然中毒 昏迷不醒 启离万岁爷 昆年宫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请不吝点赞 给你 你 赞 你 你 你 人 本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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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不会发生这种可怕之事 没想到果真命命他 严太医 朕听说是有人 在果真的茶水里下的毒 皇上 是茶水里放的毒 这种毒药毒性极烈 皇后 今天一定是你们姐妹在聊天的时候 有人故意在果真和她茶里动了手脚 皇上 请皇上明察 臣妾的茶叶绝对没有问题 这果真刚才还好好的 他和索纳吵了架拌了嘴 就猛喝了几口茶水 这没过多久就 就倒下了 不认识 皇上 臣和冯太医 对所有的茶水都做了仔细检查 就只有兰贵妃娘娘的茶杯有毒 是 果真为何要和苏罗娜常见 这 这个臣妾也莫名其妙 不知道原因哪 这 是 这 这 这 我 这 这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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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段 刘光才 奴才在 你留下来 同阵一道审 奴才遵旨 英格 在 你负责代人 把今天在场的所有嫔妃和贵人都带过来 这要一一审查 喳 皇上 那臣妾和德妃先出去吧 臣妾和德妃也应接受审讯 本来皇后和德妃不需要受审 不过 为了公平起见 朕还是要问你们一些问题 皇上 既然这事是在臣妾这儿出的 那臣妾先说吧 坐 谢皇上 皇上 国阵中毒的时间 就是在我们寄院子后不久 当时 臣妾正在和姐妹们拼命 这时候 突然有几只蝴蝶飞过来 这索尔拿去挑起话头 说起了前年三月三 慈宁宫发生的蝴蝶案 国阵一直为了这件案子 想让静妃向她盗窃 可静妃偏不肯 而且 静妃还说这蝴蝶案不是她做的 这两个人一语不和 便吵了起来 还险些要动手 当时 场面混乱极了 臣妾觉得 这下毒之人 一定是趁着大家吵架的时候 下的手 照皇后所讲述的 你是一点嫌疑都没有 依你的意思 下毒之人 就是在果真身边的几个人了 如此看来 德妃她就在果真的身边 那岂不是德妃的嫌疑最大 回皇上的话 臣妾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臣妾只是根据感觉 如实禀报给皇上 行了 朕知道了 英格儿 带皇后下去 喳 臣妾告退 这六年 得罪 朕 你坐 是 刚才皇后说 下毒之人应该就是在 索尔纳跟果真吵架之时下的手 你认为皇后的话 有几分可信 皇上 臣妾只有几分赞同皇后娘娘所说的 要说下毒之人 的确有可能利用这段时间来下毒手 但要说有嫌疑之人 臣妾倒觉得 不仅仅是果真身边的那几个人 得妃娘娘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众位嫔妃的茶水 都是昆宁宫的侍女送进来的 那这样说的话 这茶水送上来之前有没有下毒 都不得而知 这是需要查证的 而且众位嫔妃的茶水 只是浅尝一小口就放下茶杯 得妃娘娘的意思是说 这浅尝的一小口 不足以令她中毒 这就说 这个茶杯里的毒药 是事先被人放好的 刘公公 以当时众位嫔妃品茶的情形 的确是如此 德妃说得有理 照德妃所说 昆宁宫的 每一个人 包括皇后 都有嫌疑 对了 皇上 臣妾想起一条重要的线索 对破解此案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什么线索 果真妹妹在晕倒前 对臣妾说了一句话 臣妾还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果真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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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我知道了 果真妹妹 皇上 所以说 臣妾觉得果真妹妹 在晕倒前 她一定知道 是谁对她下的毒手 如果果真妹妹 可以醒过来的话 她一定可以指认出 是谁下的毒手 好 那我们就一边审问 一边等果真醒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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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Development 二位 如果是想адativ 不剩下一代 未知 再去 斬太医 情况不好 兰贵妃娘娘的脉__ 你摸不着了 那快禀报皇上吧 参见皇上 蓝贵妃 她并请见好吗 皇上 贵妃娘娘的美希 已经摸不着了 你不是跟朕说 还有两三分的希望 冯太医 你不是跟朕说 过朕的体质是相当的好吗 皇上 蓝贵妃娘娘的体质 确实很好 是这下毒的人 用的毒药太毒 这是志在夺命啊皇上 朕一定要把这个下毒之人找出来 哪怕他上天入地 朕也要把他找出来 过朕妹妹 过朕妹妹 你一定要醒过来 姐姐中了那么重的毒 都能醒过来 你一定要坚强 你一定要醒过来 得妃 不要哭了 你先别哭了 好了 朕还有话要问金太医 你们都起来吧 谢皇上 金太医 果真他到底还有几分希望 皇上 现在还不能说就毫无希望 众毒过身的人 有的人 会出现麦希暂停的现象 如果 在半个时辰左右 能恢复麦希 那就大有希望 就可以说是挺过来了 可是 如果没能恢复麦希 那就 别说了 朕知道了 好 朕就在此等上半个时辰 朕相信 过 tim他一定可以醒来 bliver弓彩 你现在就去紫年宫禀报黄牛娘 若黄牛娘想过来 一定要拦住她 所有该审的人 还是很难查出下毒之人 不用怕 他逃不了 刘光彩 害人是要有目的的 果真遇害 其实有嫌疑人 太后娘娘的意思是说 下手的人跟兰贵妃娘娘 是有直接利害冲突 兰贵妃娘娘中毒 是跟近神皇贵妃一事有关 没错 你不是说 下毒时机最大的可能 就是在果真和索尔纳 吵架的时候吗 混乱中有谁会注意到 是否有人会向茶里面放药呢 所以站在果真身边的几个人 索尔纳 同家室 淑妃 德妃都有嫌疑 奴才没有想到 太后娘娘把德妃娘娘 也算在了嫌疑人的里面 哀家只是就事论事 分析果真遇害的原因 同家室和德妃 都有可能禁为皇贵妃 所以暂时不能排除嫌疑 当然这些话你不能告诉皇帝 等抓到凶手了 就可以问个清楚 姑姑 静妃不可能晋升皇贵妃 姑姑为何把静妃也列在其中呢 索尔纳想搞乱后 她让我把你赇取了 很难听 那是怎样 我让你赇取来了 好了 我是怎么一цы 我让你赇取了 答案 很难听 词 脚 大家都 我 相信赌海兰贵妃的人无处逃遁 靳太医 时辰差不多了 再来给果真把把脉吧 喳 皇上 兰贵妃娘娘有卖戏了 且比前面的卖戏还好 你是说 果真她没生命危险了 贵妃娘娘脱离危险了 从脉象上看 贵妃娘娘马上就要醒了 太好了 皇上 果真妹妹 你没事就好 吓死冬姐姐了 这小果真一中毒 看大家伙连茶都不敢喝了 还害得我们在这儿厮守苦斗 靳妃娘娘今天颇有些幸灾乐祸呀 皇后娘娘娘 定是想把这罪定在本宫头上吧 可惜呀 你办不到 你 皇上 果真妹妹醒了 皇上 皇上 臣妾是不是中毒了 昏过去了 你醒过来就好了 国真 你醒过来就好了 那臣妾 那臣妾 臣妾她孩子呢 不说孩子 国真 只要你能醒过来 孩子不重要 你活过来了 朕就高兴 皇上 皇上 臣妾有罪 臣妾她孩子又没了 国真妹妹 你也别太伤心难过 对了 姐姐记得你昏迷前对姐姐说过 你好像知道是谁对你下的毒手 现在皇上也在 有皇上为你做主 妹妹 你说出来 到底是谁下的毒手 妈 昨天 你不自然 在眼后 我都知道 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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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幸 四幸 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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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是 是 我 是 现在可以告诉朕 到底是谁在你的茶水里下的毒 皇上 臣妾真的不敢相信 这次爱臣妾的 竟然是德妃娘娘 你说什么 是德妃在你背里下的冬 娘娘 您听见了吗 兰贵妃说下毒的人是您 果真怎么能说是我下的毒 她是不是昏迷刚醒过来 脑子糊涂了呀 您别着急 兰贵妃肯定是弄错了 咱们先回避吧 小婉多谢你的心 小婉多谢你的心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恐怕这件事 寇寇也会受到牵连 娘娘先不要想寇寇的事情 皇上肯定不会对寇寇怎么样的 我觉得 兰贵妃娘娘肯定是弄错了 她发现自己弄错以后 会改口的 她不是弄错 她也改不了口的 我现在才知道 果真是多么可怕的女人 她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她装出来的 我们只是都被她骗了 怎么会呢 兰贵妃心地善良 性格很随和 我们都很喜欢她呀 你不是也被她骗了吗 果真是骗了我们大家呀 灵珠和她比起来 还远远不是她的对手 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女人 她蒙骗了皇上 蒙骗了皇阿娘 也蒙骗了 自以为颇事人性的董小婉 太可怕 这天地下 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女人 国真 你知道朕对德飞的感情 你现在指控德飞 那是否定德飞 也是在否定朕 所以朕 必须要向你认清楚 你为什么说德飞 就是害你之人 你看到德飞往茶水下毒吗 你为什么还要喝下去 皇上 臣妾仙家的心情 和皇上一样难过 臣妾也不愿意相信 东姐姐会害臣妾 皇上 东姐姐不是在臣妾的茶杯里下的毒 而是在她自己的茶杯里下的毒 然后趁陈妾 跟金妾吵架的时候 她把茶杯护换了 兰桂妃娘娘 确切地看到 德飞娘娘把茶杯换了吗 倘若是真把茶杯换了 你应该感到奇怪才是 为什么 还要把这个茶 喝下去呢 刘公公 这德飞 真的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细字吗 那天我就坐在德飞的身边 她趁我和金妾吵架的时候 换了我的茶杯 那动作非常快 可还是被本宫发现了 只是当时没有在意 可是我当时喝下茶水之后 我发现着我毒 这才知道 是东姐姐下毒害我 可是那个时候 本宫已经说不出话来 皇上 我最亲最爱的东姐姐 她为什么要这样害臣妾 臣妾真的不懂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娘娘 如果兰桂妃真是坏人 那皇上和太后娘娘 一定会让她现行的 皇上这么爱您 她怎么可能相信您会害人呢 再说了 兰桂妃是否弄错了 还没有定论呢 殷格 你现在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事情有多严重 我现在可以肯定 是果真自己给自己下毒 可不可以肯定 的 能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麻烦姐姐帮我去拿一下 我吃了就没事了 那你安心在这儿等着 我去去救来 前天果阵来过我的房间 她到我的睡房 在这之前 她从未来过我的睡房的 那这样看来 果阵一定是把毒药 藏在了我睡房的某个地方 娘娘说这个情况非常重要 我相信 以果真的诡计 会把毒药提前放在你房间 伪造出娘娘下毒的证据 我的判断肯定不会有错 英格儿 你现在赶快过去向皇上禀报吧 请皇上下旨 搜查我的睡房 我想 一定会找到毒药的 鹅娘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后宫的瘴气实在太重了 儿子到现在也不敢相信 此事是德非所为 虽然有果阵 他的亲口之政 可儿子还是不相信 德非会害果阵 怎么会是这样呢 德非害果阵 是因为德非看到 果阵才是他最大的敌人 德非他的野心 应该还不止皇贵妃 他之前暗查皇后 应该也都是别有用心的 皇姑娘 德非他 他没有野心呢 他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皇帝对德非用情至深 所以不敢相信这个真相 德非也并不是一直有野心有图谋 他是后来慢慢变的 皇贵妃之位突然摆在眼前 他终于忍不住了 忍不住 野心就会越来越大 最后就付诸于可怕的行动 寇口 姐姐如今是罪人了 姐姐的手 现在被绑着 居然是皇上亲自下的执意 居然是皇上亲自下的执意 姐姐 姐姐 姐姐别这么想 应该说 皇上下令帮姐姐的手 是怕姐姐想不开 才这样做的 姐姐决定 明天跟我朕斗一场 如果姐姐斗败了 姐姐将性命难保 寇口 寇口 要不然 姐姐 皇上要是敢杀你 寇口就跟他拼了 杀寇口 别说傻话了 我自然是拼不过皇上 可他要是敢杀姐姐 寇口也不活了 寇口让他 把寇口也杀了 寇口 你 别这样说 别这样说 寇口 寇口 怎么会这样 我娘现在担心的是 明天你审得飞 能审得好吗 能做出公正的裁决吗 儿子想先听听德妃怎么说 如果德妃真的罪名做事 儿子一定 会对她做出严厉的处置 皇帝会怎么处置德妃 儿子 还是想先听德妃怎么说 她毕竟是儿子深爱的女人 儿子不想因为错判 而冤枉了她 皇帝这样想 额娘可以理解 不过额娘不太放心 明天额娘跟你一起审 行吗 儿子谢苦皇娘 儿子也很担心 如果明天审出德妃就是这个真凶 儿子怕承受不住 儿子给皇阿娘添麻烦了 皇上 皇上 皇阿娘 德妃 她竟然要这样毒害臣妾 臣妾真是没有想到 臣妾又失去了皇上的一个孩子 臣妾真是有罪 她的女儿 。。。。。 太了 不妙了 臣妾想了一夜 回想起前几日 德妃娘娘和臣妾说的一些话 臣妾好像得到了些答案 国阵 他对你说过什么 皇上 那是林珠死后不久 有一天臣妾和德妃聊天 臣妾说 林珠好坏 好吓人哪 德妃他突然叹了一口气 说林珠 他也是被逼的 他还说 他在后宫待的时间越长 就越体会到 想要在后宫立住脚 过得好 就必须要动心机 和人斗智斗狠 还说这些都不可被人知道 被人发掘 他说臣妾太过单纯了 过了几天 德妃告诉臣妾 说皇后娘娘有问题 说再暗查皇后娘娘 还严令臣妾 要发誓保密 皇帝你都听见了吗 德妃已经变了 皇后娘娘 臣妾知道 德妃 她一定是在后宫 被一些事情给诱惑了 她一定是鬼魂迷了 你 什么事 都不见了 忘了 年这多事 您��于十分之祝 离不可 婚子 媳婦 我 传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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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 很多 风魂 小雪 六 十四 八 一 九 八 八 终有一天你会遭到报应的 臣妾参见黄额娘 参见黄上 起来吧 皇帝 皇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阳 公司 立下来 我们就设计 旨 je 本来要忘了 我 对 我 同样的 位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果真在陷害臣妾 她竟先设下了这个局 这个女人如此可怕 手段如此高明 真是太怀太邪恶了 德妃 你说果真陷害你 难道说 她会害死自己的孩子 甚至不要自己的性命陷害你吗 你这么说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吗 皇上 臣妾知道 臣妾所说的让皇上难以相信 可是 确实是果真在陷害臣妾 这一切都是果真精心设计的 你有何证据